为了庆祝母亲节跟父亲节 中华长青联谊会举行了一场双亲节庆会活动 过程中除了表扬两对分别结婚65年以及50年的模范夫妻 也为四五六月的寿星庆生 而中华长青联谊会特唱团也在现场演唱 气氛非常温馨 5月的母亲节刚过不久 中华长青联谊会 接着马上在圣河西长青俱乐部 举办2014年双亲节庆会活动 祝福所有母亲也提前庆祝即将到来的 六月第二个星期日的父亲节 现场除了约有160位齐老丽临之外 求伍委员林贵湘 中华琪联合会会长孙英莲 万年青合唱团团长金言南康丽 北加州中心大学校友会会长曾丽湘 北加州景观大学校友会会长郑基森等贵宾 也都出席参与 向齐老祝贺双亲节快乐 我们一定要跳舞要唱歌 要继续在一起一起共认 然后把身体 训练得很健康 然后享受更多的 这个美丽的日子时光 林贵湘乔委员 与中华长青联谊会会长 吴文一等人 也特别表扬结婚65年的 卢如荣与黄玉娇夫妇 以及结婚60年的金言南与陈柯胜夫妇 现场温馨无比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所有人更一起唱生日快乐歌 为四五六月寿心庆生 中华长青联谊会 这次利用在母亲节 父亲节之间的时候 我们办了一个双亲节的庆会 就是要恭祝天下所有伟大的母亲们 父亲们 节日快乐 中兴今天有将近150位 160位的老人们参加 他们都非常的开心 表演了合唱 金剧 台舞 以及各种social的 那个social dance 为了让长辈们更开心 中华长青联谊会合唱团 一连演唱了包括游子盈 《如果》 以及《母亲您真伟大》几首歌曲 而现场另外还有 金剧演唱 民族舞蹈表演 排舞 卡拉OK 抽奖 以及冰果游戏等等活动 大家欢度了三个小时的愉快时光 台湾那是王本出 美国圣和西采访报道 中华广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